修赛系最重宝的交易莫过与詹姆斯做出决定三,选择以一份1.53亿的长约加盟胡人队,美媒对此大家称赞胡人队,毕竟詹姆斯依然是联盟第一人。 但是洛杉矶当地的部分球迷,却并不认可詹姆斯的加盟,甚至多次毁坏洛杉矶当地詹姆斯的壁画来宣泄内心的不满。 面对这种状况,胡人队老板巴斯先后三次公开立挺詹姆斯,在近日他更是第四次公开讨好詹姆斯,直接录队部分不满的球迷道,如果他们不满詹姆斯加盟我们,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胡人队球迷。 除了正面回应外界的争议之外,巴斯更是兴奋地表示,当我得到勒布朗的时候,我的感觉与1996年得到奥尼尔一模一样。 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,就是追逐最好的球员,然后尽全力组建起最好的胡人队,最重要的是詹姆斯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,与我们想要建设的东西。 他希望成为一部分,我们也一直期待他的到来,同时也希望拿下兰斯、龙多、麦迪和比斯利这样的老将来丰富我们的阵容。 很明显巴斯认为这五名球员的到来会帮助胡人队崛起,让球队重返征冠行列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已经是巴斯第四次公开力挺詹姆斯了,第一次是詹姆斯刚刚加盟胡人队的时候,巴斯表示只要我还活着,我就不会忘记这一时刻。 他甚至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老巴斯,表示老巴斯看到詹姆斯加盟胡,人队也会感到开心,因为这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 接着第二次在詹姆斯闭话,被打毁的第一时间巴斯便立刻表示,我相信真正的胡人球迷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,并且调侃道,没想到在洛杉矶这里竟然还住着这么多的博士顿人,可见巴斯对于詹姆斯是真爱。 第三次是詹姆斯首次穿着胡人队球裤链相识,巴斯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表示,我爱此这样的球裤了,我也想要有一条。 再加上近日力挺詹姆斯这一次,可见只要外界产生,不利于詹姆斯的消息,他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发生力挺,可见胡人队对于詹姆斯的重视,巴斯讨好一笑自然理所应当,况且在詹姆斯加盟之后, 胡人队的曝光帅大赠,全美直播场次已经超过了未免冠军胡人队,排在了联盟榜首,更加重要的是詹姆斯带来的曝光度毫无疑问,会让胡人队的市场价值节节爬升。 七日的骑士队就是最好的证明,最后巴斯回应了外界一直关心的柯比是否会付出重返胡人这一问题,因为在詹姆斯加盟之初柯比就公开表示欢迎他的到来,也表示如果他需要自己帮忙,他会义无反顾的帮助他。 这也让外界一度猜测柯比是否会付出,巴斯调侃道,我相信柯比会为胡人队做任何他能够做到的事情,但是我想我说的这番话,如果被瓦尼莎知道,他会杀了我的。 瓦尼莎在此前就公开表示自己与柯比都很享受退役之后的生活,他不可能再付出了。